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在極北地域的群山之中充滿神秘感 在遠古時代 冰雪曾經多次覆蓋整個地球 稱為冰河時期 時至今日 地球還有一成六地 仍然保留著冰河時期的面貌 厚厚的冰雪 威地球鬆上冷凍氣流 對大氣層和海洋都有重大影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這大片冰川在阿拉斯加和加拿大之間 高達五千米的山峰 無數中環交錯的冰川 還有冰冷的冰海 這裡山嶺 海洋和冰川擔當主角 周宜伏齒合演波蘭壯闊的戲劇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在阿拉斯加和加拿大之間 有四個國家公園 在1974年開始申報 直至1994年分別被認定為世界文化遺產 在這裡最南端的是冰川灣 冰川地茅 特有的尖峰 衝上雲霄 延綿不絕 因為近海 所以有驚人的降雪量 令到這一大的山聯 印辱出數字不盡的冰川 覆蓋在山嶺的冰川 因為氣候寒冷 難以溶解 結果層層相疊 都積到一定的重量 冰雪就會由山坡向下滑 形成冰川 中文字幕志愿者 由於這裡的山峰臨近海洋 所以冰川由風頂向下滑之後 就迅速直射入海 這種獨特的地理 世間難得一見 這就是冰川灣 這個海灣雖然小 但足足有16條冰川匯聚入海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是華社速度文明的 約翰霍普金斯冰川 這條由超巨型冰塊組成的冰川 每日前進2.5米 在冰川之中 夏社的速度頗為驚人 這條柳竹同樣驚人的 就是馬格麗冰川 岩石之間深刻的裂縫 足以證明冰川在山坡向下滑的時候 和地面產生的磨擦力 是多麼驚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這裡到處都是編返萬千的冰鵰 這些冰鵰把觀賞者帶入一個夢幻世界 這裡就是冰川由山峰開始流入大海的終點 隨著時間流逝, 大自然對冰鵰毫不淪色 因由他們一片片射入大海之中 在冰川灣, 今天是陽光普照 形成一幅寧靜鞋和的圖畫 CV的圖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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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寬的圖畫 鞋子 卡 你會在煌馬上 美國這次選擇 Hkv 啊 在水中再浮再沉的生物是海賊 這條是每年都會游到冰川灣的座頭瓶 到了夏天他們就會由夏威夷一大海域 差不多圍繞半個地球游到這裡 目的是捕食太平洋的飛魚 在水中再浮再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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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浮 水中再沉浮再沉浮再沉浮 沉浮再沉浮 最初見到的是一些小小植物 不需要多久 這裡就會出現某種森林 這隻是中虹 北美洲中虹姓情空寒 絕對是生人密近 他們來到食物豐富的海邊之後 體型會變得更加灰暗 森林開始默默起來 冰川灣在一萬年前 正當冰河時期結束的時候 也可見到森林初現的這個景象 不過有學者警告 這個並不是一個好現象 近岸的綠樹已經照出碧綠的海水 這麼優美的景色 原來是冰川急速後退所帶來的後遺症 在十八世紀出現第一位 就冰川灣的變化作出紀錄的人 喬治溫哥華 喬治溫哥華曾經擔任過 航海經驗豐富的曲船長的副手 後來以船長的身份 在阿拉斯加沿岸作出詳細的勘察 在航海日志上 記下了令我們吃驚的事實 當時他根本沒辦法進入冰川灣 因為由山上流下來的冰川 擋住海灣 他在1794年的航海日志 有過這樣的紀錄 面前的冰層高一千二百米 闊三十二公里 一直向內陸 伸延一百六十公里 是一片超巨大的冰層 原本覆蓋整個冰川灣的冰川 經過二百年之後 已經急速向後退 令整個冰川灣暴露出來 現在地球上所有冰川都出現明顯後退的現象 有學者推測 冰川最前線的冰川灣 再過三十年之後 就不能再看到冰川了 這個現象代表了甚麼呢 難道近年地球的溫度真的升得這麼快 最新的研究顯示 冰川的確出現了明顯的變化 從1990年開始 這個地區的冰川 厚度減退的速度比以前快了兩倍 數字顯示 冰川的冰層每年會減薄一米 冰川的厚度雖然只是減薄幾厘米 但意味著整個冰川的含冰量大大減少 寧古爾教授 利用有雷達測計器的小型飛機 在冰川上飛行 用這個方法 計算出冰川的減薄速度 得出來的結論是 洛根冰川以每年1.3米的速度減薄 和30年前的數據相比 這條洛根冰川足足薄了40米 除此之外 巴拉冰川愈是位於下游的位置 減薄的速度就愈高 溫爾旋冰川發現在中游的地方 減薄了130米 阿拉斯加所有冰川的含冰量都明顯減少 冰川融化成大量冰水 直接流入大海 在1980年之後 阿拉斯加和加拿大的冰川 由冰融化出來的水 對地球的海平面有極大的影響 不過冰川後退減薄的現象 未必是跟地球暖化有直接關係 寧古爾教授有這樣的見解 北美洲最大的冰川 由2000年開始 三年之內明顯減薄 在下游最前端的部分 每年減薄的速度達到8米 但相反 上游的冰層厚度就有增妄減 就這個數據可以證明 上游的儲兵能力有所提高 唯一的解釋 是冰川擁有本身獨特的一個 循環方式 在下游的循環方式 白寧冰川 有時候會急速成長 但有時候又會慢慢縮小 寧古爾教授指出 類似這樣的現象 以前也出現過幾次 現在看到的後退現象 可能只是冰川大循環的一小部分 但是人類的文明 正是以高速發展 隨著人類的活動增加 地球必然會受到影響 冰川後退減薄 是不是真的暫時性的現象 仍然有待科學家的研究 冰川溫會不會再次被冰雪覆蓋 這一點有學者指出 地球在這一萬年度過溫暖期 而且正在一步一步進入新的冰河時期 冰川就好像有生命 不斷操控地球的環境 如果可以解開冰川循環的秘密 就等於掌握到新的藥士 幫助我們推測地球的未來 我們會見到重新的空間 我們會見到重新的空間 在重新的空間 But I know we'll meet again Some sunny day 冰川有如天上的浮雲 描繪出變回萬千的形態 Till the blue skies drive the dark 地球是個水星體 水會聚成大海變成浮雲 又結成冰雪 生生不惜地潤窄大地 千以無縫的系統 力久不須的循環 印欲出各種各樣的生命 假如並串令你有懷念的感覺 這樣可能表示 我們已經體會得到 遠古地球的一試氣息 We'll meet again Don't know where Don't know where But I know we'll meet again Some sunny day We'll meet again Don't know where Don't know where Don't know where But I know we'll meet again Some sunny day Keep smiling through Just like you Always do Till the blue skies Drive the dark clouds Far away So will you So will you Please say hello Please say hello To the folks that I know Tell them I won't be long They'll be happy to know That as you saw me go I was singing this song I was singing this song We'll meet again Don't know where Don't know where Don't know where But I know we'll meet again Some sunny day Some sunny day Some sunny day There we may not be For the leaked Just the coal It's low